其实新能源汽车这个板块已经炒作多时 最近也看到就是汽车板块是比较个别的发展 尤其是有发展那个环保能源汽车的一些汽车股 也没有一个上涨的动力 主要是因为目前那个汽车的销售已经有一个下跌的风险 而且呢我们留意就是他们的销量啊 不论是就是1月份到8月份的还是个别月份的 也是出现一个环比还有环比的下落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就是再炒一个汽车板块的话 应该就是焦点放在他们的盈域数据上 看到就是比亚迪昨天公布了一些营运的数据 也是做得不太好 所以比亚迪也是没有收到这个国策的推动 但是如果说就是东风汽车最近的走势会比较理想 因为早前已经被纳入那个就是汽车的联盟 所以我相信就是如果要选股的话 应该要挑一些有国际背景的一些就是股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